我们跟老师一起去的第三次外拍 去的是PEI北部的Greenwich国家公园 这里一面是内海湾 水面很平静 偶尔有小渔船经过 水很清澈 偶尔会捡到海螺壳 我在岛上没怎么看过大的海螺 海边看到了好几块巨大的鱼头骨 也不知道是什么鱼的 这里的海滩沙子很细 岸边是草地和灌木丛 感觉很原始 退潮时海滩上会留成片的波纹 之后我一直沿着海湾 走到北部的外海 水不断地从海湾流向大海 海水变得不那么平静 浪很大 这里的海滩很好 就是基本捡不到什么东西 我只看到了几个黄鲜的 不过很惊喜的是 我捡到了一只残缺的龙虾 不知道后来我把它扔回大海 它活下去了没有 一只龙虾 但是没有腿 把它放回海里吧 之后那个周六和朋友一起去了TQ海滩 港海收获不怎么样 但朋友他发现了一个水坑 里面有很多鱼 后来我就找回了儿时水泡子里摸鱼的感觉了 我们把水放得差不多就开始浑水摸鱼 那是一种久违的丢失了很久的感觉 哎呦全下来了 快这都爽了 就是一顿木额 哎呦这大鱼 这鱼 这鱼挺大的 哎呦 这个鱼抓的都贵 放那个脸 哎呦我去 没有没有多少 这个鱼你看挺肥的 这都是小时候在家水泡子里摸鱼的感觉 真贵 哎呦我是蚊子 刚刚跑这头跑这头 挺好的 哇这里有一条超大的 我到底是有个很大的 嗯快 铺水都看着视频了啊 嗯嗯嗯嗯嗯 那天回家后鱼都是我挤的 也是我扎的 换鱼很香